这两年比如说要创业 其实很多人还是会去做虚拟经济 线上等等 就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年轻人 就这样的人才 就吸引到实体经济当中去 现在也是一个大家讨论的热点 我感觉现在年轻人的创业 概念是 我认为观念不是很对 就是年轻人感觉做老板是叫创业 像你做老师 做个有名的老师 你也是创业 做个有名的医生也是创业 并不是做老板才是创业 而且不可能是人人都做老板 而且特别是在现在的话 市场经济发生到今天 是过剩经济的时候 你要去发生做创业当老板更困难 你真正像大老板 我认为大企业去做个管理程 慢慢地上去 今后我认识的职业 肯定是都是管理程来管理的 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 现在有的发达国家 人家不愿意做老板 还愿意做职业经理人 因为职业经理人收入比较高 老板还挺得我来担心 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